杨瑞的梦为他取的名字 李白 子太白 作为大唐诗仙的李白 共流传向来有近千首诗 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李太白全集 在卷三的岳府诗类目当中 收录了这首著名的首刀男 李白的诗良品率是超级高的 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喜欢唐诗的人 在李白的近千首诗当中 具有较强背诵价值的 至少就有一百首 蜀道男 这首诗的名字从表面的词意理解 就是蜀道行走起来非常艰难 蜀道就是古代从长安通往蜀中 也就是从陕西通往四川的路 因为高峻连绵的秦岭横在川山之间 所以蜀道是非常艰险的存在